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是96年台海危机时候的中国大陆了 也因为台海危机所以开始就发展航空母舰 解放军假设万一不得不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他们一直是有把美军会介入盘算在里面 所以为了要防止美军的介入 当然就必须要展现军事上面的肌肉 他们发射了核弹道导弹 这个就明确的一个讯号 如果说一旦台海这边有任何战事发生的话 美国你想要来介入 他都不用打到这么远了 你只要进入台湾海峡就要去估量 你愿意负担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吗 而且如果双方这样子一对战的话 那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看到的是10月10号 国庆日那么赖清泽总统呢 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的国庆演说 后来就看到14号解放军呢 发动了联合力舰2024B 而且是在清晨的5点 立刻发动这个围台军演 可是这次的演习呢 进行了13个小时而已 到了傍晚6点30分就宣告结束 很多人看不懂说 怎么会这么的快速就结束 国安局长蔡明燕在16号 她接受访问的时候 她说当然不排除未来呢 还会有力舰C 甚至包括D 有可能会登场 但无论这个力舰C会不会登场呢 力舰B在演习的时候 看到解放军事出动了 两艘这个现役的航母 包括辽宁舰呢 在台湾东部参与演习 山东舰在南海待命 而距离台湾最近的 美国航母 华盛顿号 当时它的位置在哪呢 在夏威夷 好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2022年 裴洛西访台之后 这个围台军演 当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看到 美国航母雷根号 在接近巴士海峡的位置 而迪迪波里号呢 在冲绳附近 随时都能够前往 跟雷根号会合 更别说再往前 1996年的飞弹危机 当时美军曾经先后派遣了 包括他们的独立号 跟尼姆兹号 航母战斗群 在台湾的外海部署 就怕到时候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这次看到 这个军演 虽然越频繁 可是美国航母 却是离我们很远 也有分析是说 大陆军演因为太突然了 美国真的是措手不及 乃琴姐怎么看 从2022年 裴洛西来台湾 然后大陆举行 环台军演 然后雷根号就走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 很清楚 就是美国 他并不想在这个区域里面 当中国大陆 在对台举行军演的时候 我的雷根号呢 就在旁边环伺 这就会引起 非常对立的紧张 那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面 摊台吗 美国显然并没有这个打算 这是现实状况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实力上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大陆呢 已经不是96年台海危机时候的中国大陆了 96年的台海危机呢 大陆呢 也没有卫星导航 什么各方面呢 整体的军力呢 跟美国是有极大的差距的 所以当克林顿总统呢 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呢 在台湾这样子一摆了之后呢 他对于中国来说呢 的确产生了极大的威褶的力量 那大陆也因为96年的台海危机 所以开始呢 就发展这个航空母舰 所以这就是他一个整个的战略上面 战术上面的96年到今年的2024年 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据我的了解 解放军呢 他在规划 或者是说在思考对台 假设万一到了有一天 不得不对台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话 他们一直是有把这个美军会介入呢 盘算在里面的 所以为了要防止美军的这个介入 当然大陆呢 就必须要展现他的军事上面的肌肉 在9月25号的时候呢 他们发射了核弹道导弹 然后东风31 然后直接能够射到这个西太平洋 这个地方 这个呢就对于美国呢 就是采取了这种极为清楚的 明确的一个讯号 如果说一旦台海这边 有任何的战事发生的话 美国你想要来介入的话 他都不用打到这么 他都不用打到这么远了 你只要进入台湾海峡这个海域的话 你就要去估量 你愿意要负担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吗 而且如果双方这样子一对战的话 那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而且我们从美国的战略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美国在印太地区 在从日本到菲律宾 他的这个部署 他的目的在于贺族 他也并不是要参战 所以说我觉得累积下来的这个讯号呢 特别是接下来的美国的总统大选 不管是贺锦丽当选或者是川普当选 我认为这两个人当选呢 他都不可能在台海有战事的情况之下呢 是什么派兵呢 来介入台海局势 是不可能的 贺锦丽呢 他所采取的这个策略 可能会对应拜登来讲 还更为保守 他一定是用这个制裁 或者是谈判 来换取两边之间的这个空间 那川普呢 他是放话了 他就是说 如果说 中国呢 真的是对于台湾动手的话呢 他要磕这个中国大陆 百分之两百的关税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的决策的体系 还是不足够了解这个中国大陆 如果说今天情势呢 逼到说 大陆呢 必须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那必定是内外形势呢 非常的严峻 那既然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他才不会在乎你什么 磕一百的关税 两百的关税 而且从这样的话呢 也透露出来就是 川普他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他会透过制裁 透过其他的手段 来面对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 简单来说 其实避免冲突 美方最不希望的就是 涉入到台海之间 这个身高的冲突 对 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且川普讲的那个话 是非常实在的 就是台湾距离中国大陆呢 只有161公里 然后美国距离大陆呢 有这1.4万公里 你要介入这个战场 你就要来去估算到底谁的损失比较大 中方也在提醒美方是说 你要考量是代价跟风险 你承受不了或者是承受得起 那当然这个海军以外 中美两国的空军也被做了一个比较 当然这个最新的一份调查是显示 在战机的数量上 美国目前还是全球最多数量的 不过比较美中两国空军的 五代战机的性能时候呢 会发现存在着一个严重 而且越来越大的不平衡 很让人压抑的是呢 这种不平衡啊 似乎不再绝对有利于美国 这是在国家利益网啊 他们的一篇专文分析说 虽然歼20呢 最初远不及F22猛禽战机 但现在在战力上 已经可以跟猛禽媲美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歼20呢 还能够不知不觉的 穿透台湾的这个防御网 所以要请教金文雄是说 你怎么看歼20啊 未来在台海局势上 包括在战略跟战术上面应用 当然我们知道 这种军事的较量对比 它是一个体系化的对抗 而不是说单一军种 或部分什么神兵力气 这个哪一个武器最厉害 打遍天下无敌手 现在战场没有这种状况 而是一个很完整体系化的对抗 当时就是讲到这个中美之间 如果在台海周边发生冲突的话 谁的体系完整 当然美国 他的体系非常完整 这是大家知道的 过去20几年 他的体系化战争 在很多区域冲突里面 展现巨大的效能和威力 但事实上解放军的发展 这几年快速的进步 事实上我们从美国 实际动就知道 美国也不敢小觑这个对手 包括从太空 包括从我们传统认知的 空中的攻防能力 还有远洋舰队 特别是美国所宣称的 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 是巨子作战能力 对美国来讲 这个就是向他一把利剑 让他的这个整个在西太平洋 用兵产生很大的制约 当然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主题 可能纯粹就空中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为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 歼20和F2 他目前的现况如何 我必须说 陈如刚才讲的 歼20刚问世的时候 跟F2的时候 我认为差距是很大 包括隐形的性能 还有综合的各种配备 尤其是发动机这个部分 歼20初期是利用 二次的AL31F系列发动机 其实不OK的 但是曾几何时 随着大陆的发动机工业 快速的进步 它之前已经换装了 涡扇10 目前换装涡扇15 大家认为涡扇15的时候 它已经是动力的完全体 再加上它本身航电 雷达武器系统 快速进步 我必须说 歼20还是在持续进化 发展的一种飞机 即使全世界很多专家 引用可能美国人的说法 印度人的说法 说它都是这个吹法罗 很多部分其实不可靠 但这个可不可靠 我们不知道 但就发展的一个路线图 和途径来讲 它未来还是会持续进化 而且从目前来看 它的生产量 已经超过300架 而F22到目前为止 不管怎么样 它只有180架 它已经是到底 除非你要重建生产线 但重建生产线 对F22是不现实的 因此就隐形飞机的对抗来讲 我认为 歼20确实对于美国空军来讲 等于是说打破它以往 在隐形性能和空中优势 巨大优势 肯定是来了一个破口 而这个破口会随着歼20 后续可能更多的黑科技进入 或者它有更多的战法战术 比如说歼20还有双座型机 未来可以导控 所以中程辽机一起作战 而这样的这个场景 未来很快会成为现实 倒是美国怎么因应 原始对美国来讲 以歼20代表的解放军的 新一代的装备 确实它的无限发展的未来 对它来讲构成很巨大的挑战 OK 这次的联合力前B演习 我们虽然说看到它只有13个小时 然后就宣布结束 可是已经有提醒是说 要小心台湾被封锁的可能 因为看到CSIS在画面右下方 他们就提醒说 中国大陆封锁台湾的可能性 不可小觑 这个作为50%以上的粮食 还有100%的能源 都依赖进口的台湾 对台封锁将会极大的 打击台湾的经济基础跟民心 而这次看到包括力前B 在演习当中 有轰6K 歼10 歼16 都是挂载时代的参演 那要问的问题 周老师我要问的是说 军演未来 因为这次有在讨论 这个未来就会变成常态化 如果变成常态化 游训转战 这个可能性当然不能够被排除 可是要问的就是 我方的因应对策 你觉得是什么呢 好 这次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赖政府在面对这一次的联合力箭B 它的宣传是内外有别 对内当然它强调就是说 其实台湾是可以有充分的能力去应对的 那包括什么 包括一个就是F-16 针对大陆的殲-15 它有狙击手夹舱去锁定它 那这个当然除了是锁定可能的攻击之外 它也是一种勤修这种侦测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其实国军也出动了海风部队 海风部队主要就是熊二 熊三 还有鱼叉飞弹 那这个当然主要是陆基的反舰飞弹 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 我们对内 这个政府在对内宣传做的事情 可是对外呢 其实赖政府强调的就是说 这一次其实非常的危险 其实对于台湾施加非常大的压力 那赖政府的国安官员 还特别说了一件事情就是 大陆在这一次演习的同时 有向大陆的内陆发射了两枚飞弹 那当然西方有些官员说 这个跟演习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主要我们赖政府 在对外宣传的时候是强调说 其实这一次是大陆给 对台湾施加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 这个我觉得也是反映了赖政府 真实的想法 那所以说未来到底要怎么样 去应对一个可能的封锁情境 其实这个基本上已经成为现在赖政府的一个主流的思维了 就是两岸如果会发生冲突 主要是封锁 那第一个当然是什么呢 就是说除了你在军力上的提升 军力上的提升包括就是说 你对于可能封锁台湾的这些解放军的 不管是军机军舰可以有效的打击 那当然还有是你有身力量的储存 因为如果一旦打击之后 双方进入开战的阶段 我们怎么样确保我们的部队能够存活下来 这个其实就已经不只是封锁情境了 就会进入两岸的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境 第二个就是你物资的有效储备 包括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 这个也是很多国际的智库都一再提醒台湾 包括你现在要 你过去要飞核 你要飞核家园 其实对台湾的能源安全就是很大的一个危机 那粮食当然是另外一个重大的这个议题了 好 可是核心核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政府的领导 你在这种封锁情境下 民众一定会恐慌嘛 你这个政府怎么样能够团结国人 而不是 这个是要平常就要去累积的 成为一个人民所信赖的领导 而不是一个去只代表一部分人 然后不断在对内产生分歧 制造冲突这样子一个领导 我认为这个是政府应该要去 审慎面对的一个 它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是一个整体的危机处理能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围台军演发生以后 然后结束以后呢 其实很多 我看网民也是说 哎呀这个没什么啦 然后这个司空见惯了 变成常态了 甚至呢也说呢 股市照涨 生活照过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居安思维 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在日前 他们首度试射了这个据称是东风31A7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试射成功 那么由于这个导弹呢 具有攜带核弹头的能力 因此格外引发国际的关注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书孝黄他就分析 他说许多人更好奇的这个东风41射程更远 上看15000公里 打击范围可以涵盖美国全境 而这次试射的东风31A机型呢 则可以达到12000公里 达到美国东岸这些区域呢 不是问题 这已经证明什么呢 足以证明中国大陆对美国确实是拥有和贺阻的能力 但是我们想问的是说 因为现在看到是解放军证明他们是有这样的能力 丁哥您觉得最主要的战略宣誓是什么 还有合并来观察最近有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是中俄两国的海警船的编队 那么航行穿越了白令海 是在告诉美国说 不管我从空中我从海上 我都有能力让你们紧张吗 我想很多事情不要太这个做联想 这个海警船 其实在北太平洋活动 这个中国大陆是北太平洋 这个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的成员国 所以在那边去进行固定的轮大家各国 我们也是其中签约的会员国 大家轮流去执法 因为大家的船都在那个公海那边执行 所以往那个方向去联想 我是觉得有点搞错方向 因为那个海警就是去做渔业管理的事情 那至于我们回到这次导弹的试射 9月25号的导弹试射前 这个中国大陆透过了 这个他们的所谓的海事的主管机关 以及民用航空的单位 按照国际规范发布了航行警告 以及飞安通报 所以Notice to Mariner跟Notice to Airman都很完整 而且相关的第一节火箭的舰落区 第二节火箭的舰落区 以及紧邻海南岛文昌发射场 就是东北角的那个紧急 万一要自爆 就是初级阶段不理想 要自爆的那个危险区 也要明白了画质来 最后这个弹头以及仇宰的这个落点 这个区域 就是在这个南北九度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区域 夏威夷南方 夏威夷南方两千多里 那当然有很多人附会 而且这个所有很多厉害了我的国 有很多这些做这些 就是博人眼球的人 也蠢蠢欲动 然后那个整个网际空间里头乱洒狗血 那个是喷的大家全身都是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之后 美国的反应 就是大家先去媒体去问 美国说我们事件获得通知 我们也很政变肯定这个事情 我在这边呼吁大家要注意到几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美国后续的金融的资本市场 股市会是完全没有破洞 第二现在是美国大选期天 这个导带是什么 现在这个美国大选之中就是抗中 或者是这个孔中 或者中国 就是最重要议题 结果这次导弹试射 没有变成任何辩论 媒体的焦点 或者辩论的议题 那你就知道 事实上就是大家都是心里都有底的 我想情形是这样 因为这次是叫做全射程 全射程的试射 但是等效高 就高仰角等效的这样试射 其实已经做过很多回 所以美国的预期 他们是能做到这儿 但是他有没有把压箱底的功夫拿出来 没有 他只把它拿到这儿 哪些功夫没拿出来 我来为各位分析 第一个就是所谓中程弹道 中途弹道 Mid course ballistics 它有变轨的能力 它没有做 第二个在终端弹道 终端弹道的多弹头分导技术 以及这个突防助穿的 比如说触穿器 像干扰器 右标等等 它都没有释放 另外还有一种 像那个变轨变速的滑箱器 像英国就有一个 那个Shavelin系统 那么这一类的东西 他们都没有展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的弱点 是远离自己国家 人家勤收平台很容易找到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展示 你压箱底的功夫 今天为什么今天要试试 我想对外就是恫吓了 显然叫各方的反应 并没有 就根本就不是为那个 大家心里也都有谱 甚至他告知了 这个就菲律宾 这个要落在他旁边 菲律宾也心知肚明 他也没来讲 比较不四项的是日本 说我们没接到通知 可是日本你要问 是美国接到通知 他为什么不跟你分享 这个资讯 所以东京应该去 抱怨华盛顿不够意思 而不是抱怨北京没通知他 因为美国不断强调说 中国大陆有知会 说有这个飞弹发射 因为联合国武昌 本来就有彼此之间这样的默契 中美之间的关系 倒是气氛最近蛮为妙的 怎么说 大陆大家知道 10月1号是建政纪念日 75周年 但是美国却晚了一天 发表祝贺 国务博尼克是在2号才在国务院的官网上面发表声明 说祝贺中国75周年国庆 而布林肯也表示说 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当前事件面临的严重困难之际 美国致力于负责任的管理 与中国大陆的双面关系 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 不过在这个时候 也看到了美国的CIA 就是中情局 最近在各大网络平台 发起了新一波的招募行动 还表示说 他们要找的是中国大陆 还有包括伊朗 北韩 这三方面的线人 中情局的局长科恩就说 掌握资讯管道的人有很多 他们都对中国大陆的政府 感到不满 而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这些人在大陆内部的 所见所闻 让他们从根本上 是不喜欢中国未来的走向 而他们也明白 有一条途径 就是可以透过跟CIA来合作 帮助中国 吴卫老师 这种招告天下的实在 应该算少见 因为如果你招募的话 应该私底下找人 但是通过中情局合作 来帮助中国 这是CIA招告天下的说法 对外招募这种宣传效果 试看宣传效果 还说它真的是有实质上的效果 您怎么看 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宣传效果 特别是对内 对美国内部CIA功能重要的宣传 对外也希望能够号召大陆内部 对于不满现状的人 也能够跟美国来结合 主要的在这里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种做法 一般来讲的话 效果应该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首先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从2018年以来 美中关系人员的互动 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历史上的 一个所谓谷底 因此双方人员欠缺交流 在很多情报资讯的研判上 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第二个我们看到说 那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不管是透过有关于反间谍法 网路安全法 保守秘密国家法 国安法 境外NGO在中国境内的管理办法 乃至于对外关系法 这些法律跟相关的规定 对于涉及到有关于 特别国家安全跟境外联系 基于上是近乎做了 全面性的所谓的监控的 那第三个 那长期以来CIA在中国大陆的 很多的步点 这几年来基本上不断的被破获 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可能的步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首先第一个很清楚的 这个所谓的讯息 是透过所谓境外的 境外你就看到 不管是IG也好 脸书也好 或X所谓以前Twitter的平台 那除非中国大陆 你是本身境内是用 透过VPN翻墙 你才能够到 第二个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果已经离开 中国境内的那些中国老百姓 我相信或许它有它的可行性 因为它已经离开中国境内的 但是对于所谓 仍然在中国境内的老百姓 跟不满中国政府的作法 他们会不会跟CIA联系 那这个部分就有待存疑 为什么 你在中国内部 你不满中央 你妄议中央 你批评中央 严格讲罪不致死 但是你去跟CIA做任何的联系 被查到层层监控下 那大概就死路一条 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因此 那很重要的 那这些已经离开中国内部的 境外的那些人士 到底它对中国目前的管道 有没有一定程度联系 对中国的了解 有没有一定程度 还是基于它在国际上 基于什么 基于所谓的生存上的需要 因此大量的贩卖那些 假讯息跟假消息 所以如果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从最早的 不管是有关于秦刚事件 到达所谓北戴河期间 习近平的健康状况 到达最近还在传说 刘鹤已经被查处了 可是刘鹤在什么 刘鹤在国庆会议上来讲话 国庆照到来出现 从这个角度当中 那些离开中国境外 离开中国境内的那些所谓人士 特别是伊伊人士 其实他们在中国内部 所有的管道 也被层层的监控 被层层的隔阂 被层层封锁 所以我认为说 这样一个做法来讲的话 可能宣传的意义 远大于它实质 能够发挥功用 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跟CIA合作这些大陆人士 最重要的是说 他们的情资 有没有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 那当然这个 现在外面是物理看花 同样让人看不太懂的 摸不清楚他的战略 目的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日本的新任首相石破茂 那大家都知道 他所提出的一个 亚洲版北约的构想 不过在4号 听到了石破茂 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上 他强调将会推进 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 基于现实性国家利益的外交 而且现在看到石破茂的计划 是在10月9号要宣布解散国会 27号要进行国会的大选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内阁制 那内阁制 这个人事上的调动就备受关注 自民党的党内任人事的调动 还有包括内阁大员 大臣官员的安排 一向都是观察日本政局 走向的最重要的目标指标 像是在画面当中看到这几位 负责自民党与内阁协调的 政调会长 是由小野四五点所接任 那另外呢 小野是在安倍晋三掌权的时候呢 总共担任过两任 一共三年多的时间的防卫大臣 另外外务大臣严无易 也曾经在2018年担任防卫大臣 那现在新任的这个防卫大臣 叫钟谷元 他是出身陆上自卫队 1990年当选众议员 那么历任了防卫厅的长官 还有包括自民党的安保调查官 也曾经在安倍的任内 担任过防卫大臣 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人事当中 这些人都当过防卫大臣 这两天呢 也看到石破茂他强调一件事情 他说今天的乌克兰 很可能是明天的东亚 所以听到他对于日本的安全 是极为重视的 所以蔡老师您看 现在夹在中美两强之间 我要问的是说 我们看到有四位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的 现在都在石破茂的内阁当中 那他也似乎是想要提升日本在安全上的保护 可是有哪些现实的挑战 是必须他要想办法去克服的 我想刚刚主持人或是一般人会关心的 就是说他昨天嘛 那昨天就是所谓的国会里面 也叫所信表明演说 那什么叫所信表明演说 也就是说我所相信的东西 我要告诉我的国民 那里面的话 人家可能就会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没有提到所谓的亚洲版北约 你在竞选总裁的时候一直讲 第二个 也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讲到所谓的 日美地位协定的一个地位 也就是美军的基地在日本 日本可不可以去美国这些东西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的话 这个就会牵扯到 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10月27号这件事情 因为他过去在竞选的时候 他一直不会讲到 所谓要马上要解散 可是依照过去的一个经验 来讲 你现在不解散的话 你的支持率绝对有有下降 而且他的庆祝行情 也就是所谓时光上来 庆祝行情不算太高 那不算太高的话 他第一关一定要过了 也就是10月27日 这一关一定要过 过了之后 他才可以展现出 他过去想要说的那件事情 所以的话 我就把他所的演讲 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 因为这是10月4日 也就是所谓的 他们所信表明演说 他总共讲了 说我会有五支支柱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第二个 我要所谓日本 这是第二个 很巧很巧的 你可以看到 另外这边也就是所谓的 政权公约 那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的话 选举的时候都嘛 是我们讲 靠一张嘴巴 一直讲 讲完之后 可能就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那样子 可是日本的话 选完就忘了 日本的话选举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叫做 政权公约 那政权公约 我要做什么 然后我会跟你白纸黑 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小野市五点 他去操作的 他是写这个 那我们就会看到 一样的守护日本 守护日本 而且你在把 昨天他的演说里面 他事实上有讲到 亚洲版北约 他没有讲出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强带一个概念 为什么亚洲版北约 为什么乌克兰 会被俄罗斯侵略 因为乌克兰没有在北约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亚洲里面 会不会有同样的东西 产生出来 这个就会让我们亚洲 会比较稳定 所以他有讲到 这个概念 只是说这个词 他没有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所谓的日美地位协定 因为11月27日 他一定要过 那不过的话 那是不用讲的 可是未来要推动 亚洲版北约 其实有一个 摆在眼前的一个国家 就是印度 印度是反对的 亚洲版北约 他应该说 他们自己有去想 如果说他这一次选得不好 或是说明年的9月 你参议院确定要选得不好 你可能就要下台举功 所以亚洲版北约 算是一种理想 他没有办法说 马上就到位 而是说 他的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实货帽 可以撑得 三年四年五年 可能会朝那个目标 但是他还是以 所谓的日美同盟为基走 可能加上韩国 然后加上澳洲 但是没有办法 像北约一样 所有的国家都加进 这个我觉得会有点难度 观众朋友 一想到这些先进的战机 会想到什么呢 是美国的F-35 俄罗斯的苏-57 还是中国的歼-20 这些当下世界最先进的 第五代战机 而我们接下来 要谈论的这台战机 就是展开了是非的 中共解放军的轰-20 根据这个军武专栏的说法 这架作战飞机的半径 上看到四到五千公里 那如果配合这个空中架游机的支援 它是否就是解放军三位一体 核打击能力的最后一块评图 对 三位一体很简单 陆海空 对不对 陆基的长城战道飞弹 它是飞到了外太空再飞回来 叫做重返大气层灾具 叫ICBM ICBM这样子的就是战略弹道导弹 那个是陆基的 那海基呢 那就是潜艇 晋级战略飞弹潜艇 094型 那空军呢 空军 其实来 大家看 我今天特别带来了 这个叫做轰-6型轰炸机 轰-6K 那这个轰-6K的设计 毕竟凭良心讲 已经超过60年了 再来看 我右手边拿的是另外一架 这就是类似像 这个轰-20的原型 事实上这一架是美国的B2 但它的外观几乎是一样的 注意 左手跟右手中间 这两种飞机的外形差距 你的感觉是什么 是不是 好像跳了另外一个时代 不是同一个时代 不是同一个时代 好 我告诉各位 它跳了两代 差了60年 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 就是因为它跳了60年 跳了两代之后 直接跳进了隐形轰炸机 今天轰-20 它所有的关键技术 都建立在逆中上面 所以它在逆中上面 一定有绝大的航电科技进步 以及怎么样让它的喷射尾燕 达到最小的地步 以防什么 以防异对空飞弹的攻击 还有本身它的涂料 涂料科技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B2它能在多少次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 科索沃的战争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或是它奔西利比亚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到 B2它是从来不会被击落 那中共的空二十 它一定会比美国的B2 或甚至快要出来的B21 还要更先进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的代差 B2是什么时候服役的 B2是在2008年服役的 现在已经2024年了 是不是又将近要隔了一代 也就是已知的 所有的逆中科技 大陆都知道 所以中共空军副司令王伟 他说 第一 轰二十最近 它们要开始试飞了 哇那这句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就说 最近要开始试飞了 因为从来这个数字都是绝密的 我们都不知道说 轰二十已经讲了好多年 但是怎么会突然这个时候说 要试飞了 可是我们现在一张照片都看不到 我们看得到的都是一些 就是想象的示意图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家就知道说 如果真的解放军空军 可以让轰二十早日加入 这个也就是说 空军的行列的话 你要晓得 它的坐在半径是5000公里 但是它的那个航程 它可以达到一万公里 在空中加油机 加油的状态下 那就跟美国的B2一样 全世界它都飞得到 那个完全不一样 那个就会让 美 英 澳三国联盟的 AUKUS AUKUS这个联盟 就遭受非常大的 这个威胁 还有印度 印度向来惧怕 中国发展出隐形轰炸机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跟你讲 到时候整个战略的军事都会改变 刚刚我们刚刚提到 像是不论是美军的B2 还是中国的这个令人期待的轰二十 说到逆中轰炸机 是不是也要提一下 这个俄罗斯他们的PAKDA这一台型号 那个俄罗斯的PAKDA 这一架 它应该是从什么 它应该是从猎人B 无人攻击机开始发展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立项很久了 本来是在1990年就开始要发展PAKDA 为什么 你不能让B2专美于钱 所以说其实俄罗斯当时就遭遇到了 因为它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计划就搁置在一旁 可是它有没有这个know how 绝对有 所以为什么PAKDA 它能够在几年前 它就已经决定说 这个逆中轰炸机 它要出来 不过我要特别讲到俄罗斯的PAKDA 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它在这个轰炸机上面 它的左边跟右边 它都有一块凸起的什么 就是水平的平衡翼就对了 那对于逆中性能一定是会减分的 因为看过所有的外电以及报道 就是它都有这个凸起的部分 那是会对它的逆中性能造成影响 不过这一架PAKDA 它可以载弹30吨 那远远超过B度 然后它的航程 也可以达到15000公里以上 也是全世界都飞得到 所以它的进度可能会比轰20快一点 可能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 俄罗斯这架隐形轰炸机正式面试 我们说这些逆中的隐形战机 是透过这个外形的设计来吸收雷达波的隐形图层 跟减少电磁波的反射 进而达到从雷达上消失的隐形效果 在战场上就跟幽灵一样 神不知鬼不觉来进行打击 不过现在有中国科学家 他们说利用了这个星链系统 侦测到了大疆民用这个无人机 然后从这个理论去反推 敲出说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来侦测到美军隐形战机这件事情 是的 这个新闻我有特别注意到 而且因为上节目我还特别去做了查核 应该是没有弄虚造假 应该是有这回事 因为理论上也做得到 那特别说明什么叫星链 我们所谓的星链就是Starlink 这位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马斯克先生 他那个企业 那他正式名称应该叫做第一轨道的通讯卫星 一般我们在地面地球北边 我们行动通讯 我们手机联络是透过激励台 行动业的激励台 接收讯号发送讯号 那所谓星链就在地球上头的低轨道 密布了很多通讯卫星 那我们直接用手机讯号跟卫星联通 所以苹果跟华为 有些比较新的款式的手机 都是有卫星电话的功能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了 为了能够达成通讯无死角 能够这个跨越山海的距离 空间距离 所以根据我查询 这个马斯克的星链 目前有5650颗低阶轨道卫星在上头 而且还持续太旧换新中 增加更多 那么回到现实层面 因为所谓的隐身战机 不管所谓的美国的F2、F35 或者中国的歼20 甚至苏联的苏武器等等 基本上都透过特殊的逆中构型 来减少接变机的雷达坡 另外一方面 则是透过特殊涂料 来减少雷达坡的反射 可以让一台战斗机 接变机相当于一张A4 或者两张A4 只当大小的反射的面积而已 那么虽然说它可以避过雷达坡 在地球上空飞行的时候 因为密布着很多 所谓的低轨道通数卫星 它的电磁波难免会受到飞机 飞行轨迹的干扰 而产生了一个变动 电磁波的变动 所以它用这种间接手法来 侦测出所谓的逆中飞机 当然外国媒体也有提到 它特别提到的是DJI 就是大疆 就是说确实有侦测到 这种电磁波的异动 证明飞机存在 有可能用同样的原理 来侦测到逆中战机 不过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因为首先逆中战机飞得比较高 也飞得比较快 它的构型跟无人机还是不一样 大疆无人机还是不一样 那么在实验室做得出来 那在战场实用上能不能做出来 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呢 要讲到运用信念 那美国人最有资格讲了 因为信念毕竟还是美国人的企业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这个功能的话 美国人应该获利更多 所以这只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一个科学新资 军事新闻的进展 那当然有额外的意义 因为在传统上 在地面上如果有那个开射 这个雷达来照射天空中的这个战斗机的话 有时候会遭到反辐射导弹的攻击 它真正好你有雷达坡 就马上发射一枚反辐射导弹过来 摧毁你的雷达基地 所以马上就要关闭雷达讯号 那如果用信念来探测的话 基本上可以避免所谓的反辐射导弹的一个攻击 这是额外的收获 不过最后我们一提 台湾有没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新链 就是鉴于俄乌战争 这个乌克兰受到新链帮助很大 那万一哪天 这个台湾稍微受到境外势力攻击的时候 所谓的资讯通讯基础建设 已经是第一波被攻击的目标 那有没有可以用新链来取代 这个理论上可能但难度很高 首先是新链 毕竟是美国人的一个企业 那按照我们国内的行动通讯法规 是不容许外国人的这个企业来经营 除非说有双方的合作 第二点它还是市场导向的 战争企业有可能提供帮助 也有可能就放弃援助了 最后一点 如果自己要做新链的话 因为所谓的低轨道通讯卫星 它会随着地球自转而变动 所以大概一颗卫星 大概涵盖的范围 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钟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台湾版的新链 至少要发射一两百颗卫星 才能够建出一个完整的通讯范围 所以这个是有在努力 好 那最近这个军事迷注意到的呢 还有土耳其海军首艘 这个两栖突击舰 安娜杜五号 它在飞行甲板上 展示了两架无人机 并且土耳其方是很自豪地说 这艘两栖突击舰 是世界上第一艘的无人机航母 这说法也是蛮膨胀 想问一下立将军 这艘舰艇究竟有没有料 是不是第一艘我们不敢讲 但是之后来讲的话 076一定是比它带的无人机要多 而且形势更多 这是必然的 那土耳其这个国家很特殊 你一个国家要建军来讲的话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第一个你国家的地理位置 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你国家面对的威胁 你的加上问题是谁 第三个你国家经费是多少 有多少预算经费 那目前来讲 我个人认为土耳其其实你说危险法也蛮危险 但是说安全也很安全 因为它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 那它又横跨欧亚两周 那它的地理位置来讲 又卡住这个欧亚两周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俄罗斯的黑海 要经过它的国士布鲁斯海峡 才能够进入到地中海 然后完了以后要经过这个 要到红海以后 才有可能到印度洋 所以它站立了 这个地缘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这是它地缘来讲 但是它经济上面来讲 平常讲 这个这段时间 它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那因此我个人认为 它发展这种武器来养活 主要目的 当然也就是 它能够确保到 它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不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 不管是俄罗斯 如果说想要占领这个地方 就是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 能够让它的黑海舰队 能够进入到大西洋 当然它也要防止 说是像以色列 因为它是穆斯林的国家 那当然也要防止到 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北约国家 那以后对它的这种 不管攻击 或者是有不良的企图 所以我觉得它发展这种武器来讲 对它来讲应该是足够了 它不需要去发展那种大的航空母舰 那它有这一艘航空母舰来讲 对它来讲应该是戳戳有余了 那未来的战争形态 势必是一种无人机 我们知道每一种武器的新的武器出来 往往都会改变战场的形态 从第一次战争 对不对 以前来讲我们看到拿破仑战争 都是这个弹兵排在一起 要一起前进 有机枪出现的时候 你的战斗队形就要改变了 就要不断卧倒要劲 然后当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壕沟的时候 那后续来讲就是有战车发明 有战车出来的话 壕沟战就已经变成历史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像这个以前来讲有主力舰 对不对 不管是大河号或者是 德国的RFP4号 这种大型的战舰来讲 等到有航空母舰出来的话 这些大型战舰就无用武之地 那这次从俄乌战争 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 当有无人机出现的时候 这些战车来讲的话 就只能当乌龟啦 这很明显 上次我们都看到 俄罗斯弄了一个乌龟战车 在那边挡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攻击 所以我觉得它这种军舰来讲 制造出来以后 对它控制不管是地中海 或者是黑海来讲 应该是绰绰有余 美国的空军部长 Frank Kendall 前阵子他发表了演讲时 又强调 中国不是未来的威胁 中国今天就是威胁 这个充分展现了美中对立的立场 那都想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项领域 来超越对方 而军事网站战区报导 这个美国空军首批增量的合约 最后是提供给了安杜里尔 以及这个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这两家公司的中程辽机 预计明年就要试飞了 那落选的厂商 包括了有洛德西格马丁 波音 还有诺斯洛普 格鲁曼等等 那竞标失利 可以理解嘛 因为这种竞标 其实大家都有失利过 但是原因竟然是太过先进了 太高级也不行 想请教干哥 这最终的问题 还是回归到成本考量 对 就是成本考量 你讲得非常好 太先进了 大家都知道 你刚才讲的 诺斯洛普 格鲁曼公司 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这是美国最有名的两家公司 更不用讲波音了 波音那是大家都认得的公司 三家公司全部重建落马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设计太贵了 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这一家是比较被重视的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逆中科技完全是这家公司开始的 我来讲60年前 F104战斗机 大家都认识 对不对 寡妇制造者 后来F117夜音攻击机 再来 大家都知道的 SR71黑鸟侦察机 还有的吗 U2侦察机 全部都是洛克希德公司 他们的臭幼工厂所生产出来的 所以他们在逆中科技上面 是独步全球 照理讲的话 美国应该会把这个合约交给他 结果他说不行不行 你这个设计太先进 为什么我们不用你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 忠诚疗机 CCA 是可以被毁损 击落 耗损的 我可以让你这样子耗损的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东西太先进了 那你说我们两家 我说一句实在话 连我们都不太了解 安杜瑞尔的怒火号 那个还有什么 还有垂直尾翼 有垂直尾翼的中神辽机 你在真正的 第六代战机指挥的时候 你可能会指挥不动 为什么 它跟你的性能不一样 第六代战机叫做NGAD 叫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第六代的战机 它现在已经高达了一架 三亿美金 你要再去配一架 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一架可能超过 五千万美金的中神辽机 那这个国防预算 可能会大到 连美国都没办法负担 所以这是很沉重的 因此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他重见落马 但他还没有就是说出局 如果你能够压低成本的话 肯达尔说也可以 肯达尔说你可以再死而复生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就是中国威胁 如果照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做不出来 那中国威胁一定会覆盖到 美国空军的空优 因为它的歼20已经500架了 你将来要怎么样负担 这个沉重的这种压力呢 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有机会 只是说钱一定要压低 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最不能压低的就是这个成本 所以很难 美国一直强调这个要应付中国威胁 那中国这个新型的无人作战舰艇 雷霆2000 刚哥对他有什么了解 这艘船我们刚看到他的时候 有点惊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只有280吨 它在无人艇里面算大台的 因为它的前身只有20吨而已 就是相同的一个 中国的船厂造出来的 它已经坐到280吨 那很大 然后45公尺 可是它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有缘相控阵列雷达 有缘相控阵列雷达 讲穿了就是 我们大陆朋友常讲的 宙斯盾 也就是神盾系统 神盾系统 我讲句实在话 8000吨的船 装上去 还不一定存在得了 所以现在神盾舰 日本的摩耶级越做越大 已经快要到9000吨了 中国055已经上万吨了 所以要装神盾系统 在这么小的船上 雷霆A2000 它能够装相位阵列雷达 而不会倾覆 为什么 因为它很重 那个叫做非常重要的技术 技术合成的领先 它可以把它缩小到那种地步 那简直又是一个带插过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密切注意说 雷霆A2000 你不但可以装相位阵列雷达 你还要带四艘 自杀式的无人艇 你这艘船这么小 你要做这么多工作 你还带了32枚飞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思考里面 觉得技术已经是突破了 那个太牛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密切注意它的发展 好 另外也有这个军文报导 提及了美国波音公司 他们一定要开发 MQ-25舰载无人加油机的 陆机版本 那大松老师你怎么看 这款陆机版本的战术定位 对 因为它才是源起于 这个MQ-25而来 因为MQ-25主要是舰载的 那它是2018年 由波音公司取得初始的合约 大概8亿多 那最后要造72架 总经费是134亿美金 但它已经试飞成功 而且已经经历过 第一次的无人机的空中加油 它的作战目的 其实也很单纯 基本上有一些逆踪的能力 但是它是希望能够扩展 这个舰载机 比如说F-18航舰上 增进它的作战范围 让这个MQ-25能够 在它的500公里 500海里的距离里面 能够帮F-18空中加油 一次4到6加 因为它可以装载 大概是14000磅的燃油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陆机就是增加LBV 就是陆机的系统 也在研发当中 基本上理念相当 其实是在危险的空域里面 靠它来进行 这个执行空中加油 能够做什么 能够保护那些 美国空军的这些 比较珍贵的资产 那种大型的这种加油机 空中加油机 包括飞马 大概有部署180架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 是 好 刚刚有提到这个 做太好 做太贵 也不行的 洛克希的马丁 他们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最新研发的 隐形巡航导弹 AGM-158XR 这体型比美军现役的 AGM-158系列导弹 更大更猛 攜带的燃料更多 而且XR的这个尾罪 意思就是extreme range 极远程的这个特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大胆猜想 这个飞弹的设定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 当然是啦 当然俄罗斯也包括在内 对 我想就是说 这个炸弹是就升级版 这个飞弹 它是巡异飞弹 那看了很多资料 当然就巡异飞弹来讲的话 它的速度可能并不是超高因素 那其实就是说 现在来讲的话 飞弹引申当然是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 即使被你 被你侦测住 跟你拦截不住 那更恐怖 那现在拦截不住的最大的因素 是它的速度 那这个虽然是 它的航程 它的射程到1800公里 甚至更远 可是呢 就变成就是说 有的时候 就是说 看你是用这个舰 舰 你就是说 从军舰上发射 还是由飞机上发射 那因为飞机上发射的话 你就不需要这么远的距离 因为舰 这个军舰是 你打得到我 我打不到你 距离比较好 那你这个如果从 这个比如说 你甚至你B-122 也可以载这种飞弹 你现在F-35 据说可以载这个飞弹 那基本上的话 那你飞得近一点 你不见得是需要距离 那问题就是要快 那这个巡弋飞弹 通常大概因数左右 因数左右 它当然飞得 飘着水面飞 本来就很难侦测 可是相对于中国大陆 我们就讲 相对的话 英纪21好了 英纪21的话 它是超高音速飞弹 它的可以飞到16马赫 然后呢 就是说 最后在接近目标的时候 也是下降 冲击的时候 是10马赫 那这个速度的话 就变成 我就被你察觉又如何 你也拦不住 你也拦不住 而且英纪21事实上的话 它是1500公里 那事实上的话 也就是说 它装在比如说 05大区上 你1500公里 你不要靠我太近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打 可是问题你如果装在这个 所谓的轰6K上的话 那就更快了 对不对 你也可以装在战斗机上面 那英纪21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武器系统 总事实上还是在原来的 这种传统的范围里面 在改进 那我们一直没有听到 美国这种超高音速飞弹 有什么新的进展 其实现在的 我觉得真正要对阵起来的话 那真正所向无敌 应该还是超高音速飞弹 所以下一个战场的关键点 还是在超高音速飞弹 这个问题 但问题就是说 美国的高超音速飞弹 一直落后 HGM-183 它一直在落后的状态 那不要说什么 俄罗斯的匕首跟耗时 高超音速飞弹 都已经很进步了 中国更是 可是中国的数据是绝密的 它不告诉你 所以如果一旦像中国 它可以推出像这样